在山东长庆县有一个老和尚 都七十多岁了 那体格老好了 忽然有一天呢 咔嚓一下他摔个跟头 市里的小和尚呢 就赶忙过来扶这老和尚 一扶啊 他发现这老和尚已经死了 这个老和尚呢 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的灵魂呢 就随着风啊 那个飘啊 那个飘 昨两年就来到了河南境内 河南有一个富家公子 正带着十多个人呢 骑马打猎呢 咔嚓一剑射个影 咔嚓一剑射个兔子 正当富家公子洋洋得意的时候 他骑的这个马呀 火焰尖就紧了 这俩前蹄一扬啊 就把这公子啊 甩了出去 公子呢 毫无防备 被马甩出去老远了 后脑勺咔嚓先着地啊 一下就摔死了 这个时候 恰好这老和尚灵魂经过 哎 一下就转到这个公子的尸体里了 左眼间呢 就慢慢的醒了 这个时候 一大群仆人都围上来了 问公子啊 有没有事啊 甩没甩坏呀 这公子 哎 睁开眼睛说啊 哎 我这 我找到这里了你 这是哪呀 你们是谁呀 普通人们见庄上一合计啊 这公子啊 估计是脑袋摔坏了啊 赶紧把公子带回了家 一进家门呢 就围上来好几个 省才恶挪的女子 对着这公子 是一顿的许寒问暖的 这些女子呢 都是公子的气气 再看这户人家 豪宅大院 一看就老有钱了 可是老和尚呢 并没有被眼前的女色 和豪宅所吸引 而是说呀 自己呀 是省人 怎么就来到这里了呢 大伙一看公子这么问呢 心想啊 肯定脑袋摔坏了 这老和尚说了半天呢 也没说明白 索性你就把眼睛一闭到 啥也不说了 家人呢 都以为这公子啊 摔傻了 就开始稀奇的照顾他 给他夺上了大米饭呢 他就吃 给他酒肉呢 他就不吃 晚上啊 非得一个人睡啊 妻妻你想陪他一起睡呢 他还不让 你说这玩意让他气眼目 几天过后啊 这公子的身体呢 渐渐的恢复了 可以起来直接走路了 大伙见状呢 非常高兴 都以为他好了 伙计们呢 就拿出账本啊 让他审理啊 可是公子呢 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啊 退死掉了 还问仆人说 你们挺没挺过 三栋长庆县 仆人们一挺 知道啊 这长庆县 谁不知道啊 这公子就说呀 我想去那里 扭的扭的 撒撒洗 咱们马上就准备行李啊 立刻就出发 仆人们见状就为难了 你说公子的病刚好 就出这么远的门哪行啊 可是这公子啊 完全不听大伙的劝主啊 毅然绝远的 就出发了 左眼间呢 就到了长庆县 公子一看眼前的情景啊 是那么的熟悉 非常自然的 就找到了 他曾经所在的这个寺庙 寺庙的和尚们呢 看到贵客前来 纷纷出门接待 非常恭敬的给公子啊 行李啊 公子就问和尚们说 你们的师父哪去了 和尚们回答说 师父啊 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那埋在哪了 酒在后上 好那你们带我去看看 于是和尚们呢 就把公子带到了老和尚的坟前 只见了三次公坟 荒潮呢 还没有盖满坟头 公子呢 就呆在的 站在坟前 他不说话 和尚们也不知道 他这是要干啥呀 都面面想去 这个时候公子说了 说你们的师父啊 乃是得到高尚 你们一定要听他的遗讯呢 谨守戒律轻规 和尚们呢 连连成事 公子回家之后啊 就查不死 饭不醒 面对大鱼大幼 他不辞啊 几个如法私欲的器械呢 他也不睡 家里的事呢 他也不管 就这样呢 过去了几个月 他实在是熬不住了 就自己呢 偷偷地跑了 再次回到他曾经住的破庙 对着和尚们说 我呀 是你们的师父 和尚们一听啊 都以为这公子人傻了啊 可是公子呢 却把老和尚 圣前的事都说了一遍 全都对了 小和尚们呢 这才相信 这公子啊 正是自己师父 公子从此啊 又过上了老和尚的生活 后来呢 家里的仆人呢 也过来接过他几回 劝他回去 可是公子啊 根本就不打理啊 实在没招了 公子的妻子也来了 还送了好多的金银财宝 可是这公子呢 却不守啊 也不跟妻子回去 后来呀 这公子的朋友啊 也来这个寺庙来看他 看到了沉默管言的公子 年龄啊 也就三十来岁 落地壳 却是八十多年的事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要是换成你的话 能放下这豪宅和财宝 还有好几个美貌如显的器械 回到身上 再过这种老和尚的贫苦生活吗 好几个美貌 好几个美貌 好几个美貌